俄乌这个局势呢 普丁现在打得非常顺手 哈尔科夫也是陆陆续攻占下来 然后呢去访问中国大陆 这很重要这个时候 因为这一次的访问是国师访问 而且是普丁就职之后 第一个访问的国家 所以是非常的重视 那当然有人会问说 那为什么之前都没有宣布 尽快地公布这个日期 我觉得有一个部分就是因为 他的内阁的人员 有一部分的调整 而且都在国会里面在审查 特别重要的就是他的外长 防长跟外长 因为一般来讲 这个外长要帮这个总统去打前锋 那拉夫罗夫他虽然是留任 可是他还是要经过 这个国会的一个通过 所以在他还没有经过 国会通过之前是后任外长 那通过了 惯例是这样子 对惯例都是嘛 那通过了 那当然双方也按照默契 因为双方有约定 同步公布 那同步公布的话 那中国当然要请 这个普丁到中国大陆来访问 那普丁也很开心 因为普丁已经多次的强调 他第一次的出访国家 一定是中国 所以我们讲说这一次的访问 当然是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对普丁来说的话 他的新的任期的展开 第二个 他在乌克兰打得正顺手 第三个就是 他的经济度过难关了 对对对 因为他的经济本身已经恢复 而且已经超过战前的水准 然后第四个就是 他跟中国的贸易 破了提前一年 破了2000亿美元 到2400了 对到2400 所以已经开始上看3000亿了 因为双方定的目标 已经在往上拉了 然后合作的这个范围里面 上至太空 然后航天 然后到地面 各方面的合作都要展开 最重要就是 其实双方要谈的是 下个月金专会议 下个月的金专会议 还有要铺陈上海合作组织 还有地区间的各个问题 例如说东北亚的局势问题 南海的问题 或者是中东局势的问题 以及俄乌的问题等等 这些都是彼此之境要商谈的 你想想看 这两天的访问会有多密集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国事访问 中国大陆也很 也很热烈的欢迎 我想双方的领导人 会有很多很多的联合生命 因为不要忘了 还没有去之前 已经说会有联合生命 对 这代表什么 代表彼此之间 非常好 就是说 其实你看 不要只是以为只有两天 其实下面的这些 属下们 早就把这些 要合作的项目 早就拟好了 而且中俄呢 早就有这个默契 而且各个层次的 这个互动跟交集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普丁 他其实访华前 就已经送上礼物了 这个 中国大陆很需要俄罗斯的能源 天然气等等 那你这个蒙古呢 你不要以为搞这个两手策略 拉了美国势力来 中国大陆家门口 然后呢 中国大陆给你填头吗 这个俄罗斯也看穿了 他直接告诉你一个 说哎呀你在那边闹啊闹啊 好西伯利亚二号呢 现在好我们呢 也不在乎吗 因为我们也可以从什么 从哈萨克去向中国大陆 运送350亿立方公尺的天然气 绕过了蒙古啊 哎呀你知道我们都知道 我们之前还在说中俄盟 有一些互动嘛 但是蒙古呢 他就执意要发展第三邻国 就是说所谓追求平衡 但是你会不会有一点点 有时候轻美呢 那你也把Kirk Campbell呢 拉到了蒙古去防卫 所以俄罗斯这一招 一定要经过蒙古 来了哈萨克给天然气 我觉得蒙古国是一个 脑袋没有想得很清楚的一个国家 为什么 蒙古国是一个内陆国 那这个内陆国 他有两大邻居 一个是中国是最强大的邻居 另外一个是俄罗斯能源的巨波 那这两个 这两个邻居把蒙古夹在里面 坦白说蒙古要靠什么东西 把他的这些矿产运出去 铁路 还是靠飞机啊 不可能嘛 你的飞机如果我中而不让你过的话 你领空怎么办 对不对 第一个你如果即使你靠 好假设我们说国际空域好了 就说我们讲都有国际民航组织的协议嘛 可是你矿物它是既笨重 对啦怎么用空域 对不对 你除非提炼到一个非常非常非常 稀有的这种龟金属 你能够做出金元 如果你蒙古国你能够做出金元 金元 尤其是这个先进制成的两奈米的金元 那我们没话说嘛 但应该是 因为一片金元都比那个一片黄金贵很多嘛 价值很高嘛 你做不出来 你的第一个 你的人力的水平并不高 教育水平并不高 资金技术不够强大 你根本没有这方面的人才 你根本做不出来 更何况你也做不出这个瑞士的这些特点 例如说你的精密制造业 你也做不出来 然后你的观光旅游业 你也做不出来 你要成为国际会展中心 你也做不出来 你要成为国际洗钱中心 现在瑞士说 我已经不再成为国际洗钱中心了 你连做一个国际洗钱中心 你都做不出来 那你都做不出来的情形 像人家瑞士也是内陆国 可是瑞士因为能够做出这些东西 所以他可以透过 不管是空运或是陆运 然后他保持永久中立的情形下 他不偏袒任何一个国家 所以使瑞士能够富裕 那请问一下 你蒙古国什么都做不出来 那你要依靠一个域外的国家 要拉美国这个太平洋远端 跟大西洋另外一端的那个恶霸 也就是你要拉一个两洋的夹在一起的这个恶霸 因为他一方面是大西洋 一方面是太平洋 这个恶霸 因为这个恶霸不是我说的 这个恶霸是菲律宾驻美大使说的 他说美国是一个恶霸 中国也是一个恶霸 中国是靠他家比较近的恶霸 美国是靠他家比较远的恶霸 所以他就拉一个靠他家比较远的恶霸 来去压制靠他家比较近的恶霸 这是菲律宾驻美大使 那我修正一下我说不对不对 美国是恶霸是对的 中国不是恶霸 为什么 你菲律宾是小流氓 一个大流氓大恶霸 拉了你这个小流氓 要去抢中国在南海的岛屿 的这个东西 那对不起啊 中国人说我不让你抢 那你就说我是恶霸 不对啊 你是小流氓 所以我修正一下菲律宾的这个外长的大使的这个言论 但是他说美国是大恶霸 好 你蒙古国你要拉一个战略上就是要打压中国发展 在军事上 在金融经济体制上 就是要削弱俄罗斯的一个美国 你要把他拉进来 你要把他拉进来 那俄国已经忍无可忍了 对啊 坦白说这次俄国会讲这个状况 是他忍无可忍 所以他说那我不一定要经过你啊 对啊 我可以绕过你啊 因为哈萨克 因为中哈的关系非常好 对啊 现在俄罗斯又修补跟哈萨克的关系 对啊 那为什么不经过哈萨克 哈萨克欢迎 当然欢迎 过路才谁不要 哈萨克有说他很欢迎 当然 因为这叫做过路才神 真的 而且过路才神啊 不要忘了 这个过路才神 这个财是会留下来的 对 会留下来 这有另外一层意思 那尤其乌克兰当年也是 这过路才神 现在也没啦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蒙古啊 你真的不要这个 得了便宜又卖乖 自以为可以玩这个两手 中国跟俄罗斯是不会上当的 更别说中俄合作 可以说是全世界无敌 为什么呢 有能源 有制造业 有这些农矿产 哎呀 还有包括呢 俄罗斯跟你玩真的 美国说什么 要装堤峰啦 然后他说你来对不对 我就呢 直接合武为辙 对中国大陆也有很大的帮助 然后呢 他也说在南千岛群岛设立观察哨所 这当然对的是日本这一块 然后经济这一块 刚刚赖老师说了 因为金砖很重要 金砖俄罗斯是极力在推 非美元支付这一块 经济学家就说 哎呀你去对俄罗斯制裁 真的是潘朵拉盒子给打开了 美国你有通膨 金砖的扩张也有帮助俄罗斯制裁的影响 然后俄罗斯这边就不断提到 希望用可靠的国际 国际结算替代机制 然后呢不断提到了金砖 要自己的一些货币啦 本币贸易啊等等的 对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啊 俄国的政策已经讲得很明白 因为他在评估 美国为什么要在菲律宾装中岛 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岛是可以装核弹头 而且一般来讲你发射中程导弹的时候 我们很难判断你是常规弹头还是核弹头 一般来说都会先判断是核弹头 为什么因为中程的弹道导弹 它的价格是比较昂贵的 一个价格昂贵的中程弹道导弹 你除非去打航母这种很昂贵的这种大型的 不然的话基本上大家都认为说 你会装核弹头 那你一旦发射这个中程导弹的时候 我无法判断它是核弹头还是常规 我通常马上就进行反击 我这一反击 那当然就是核弹头的反击 那对于大陆来说的话 你如果装在菲律宾 那菲律宾一定是中国大陆核打击的对象 为什么 因为你美国已经直接威胁到 中国的国家安全 可是中国大陆不能够说 你今天可以用核弹打击到我 我却只能打击到菲律宾 不可能 所以中国大陆也一定要能够打击到美国 那中国大陆也要一定打击到美国 有几个方法 一个方法就是也在美国的周边国家 例如说像加勒比 拉美 例如说像不管在多米尼加 古巴 委内瑞拉 古巴 还有就是很多这些国 因为我们都加勒比很多国家 对美国是很不满的 那中国大陆可以在那个地方 发展政治经济 最后发展到军事的关系 然后在那个地方建立起一些军事基地 以后中国大陆就可以把他的 核动力的航母 拉到那个地方去 也可以在那个地方的国家 也装中岛 可是那是未来的事 长远的事 但是你美国现在要装了 那这是现在的事 该怎么办 中国大陆多管齐下了 第一个就是在东盟 也就是中国跟东盟的30年的 就第三次的这个会议中 已经跟东盟讲 中国不会做事 美国在菲律宾这个地方装中岛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美国要挑起新冷战 古巴危机 中国大陆不会做事不管 奉陪了 那也告诉东盟的国家 东盟的国家也支持中国 因为中国提出五大家园计划 和平的 安定的 繁荣的 五大家园计划 东盟国家也都支持 所以有联合的声明 大家有联合的声明 在心底下 现在外交上 把东盟的国家搞定 因为层次拉高了 然后孤立菲律宾 而且让东盟的国家 对菲律宾在南海这样子 引狼入室再乱搞 很不满意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 中国加强在南海的管控 在黄烟岛 未来在黄烟岛摧田的可能性 就越来越高了 因为这样的话 就直接威胁到 旅宋岛的整个安全的生存问题 我觉得美国威胁到 中国的国家安全生存 中国没有理由不威胁到 相关国家的安全的生存的问题 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 中国一定要对关岛 一定要对夏威夷 对美国的本土 甚至对阿拉斯加 那么对美国的本土 要有足够的威胁力 所以俄罗斯的这一位大使 他的评估里面 换言之也就是说 中俄之间的合作 可能性不能排除 未来中国大陆经过北极 那么直接攻打到美国的本土 很近 就不能排除了 对 所以我觉得中俄之间的 军事合作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由于俄国他的评估 认为美国这样做 是威胁到中国的安全问题 那俄国他是站在中国这边 所以双方的合作的可能性 又拉高了 我觉得目前来讲 俄国一直在释放出 很多的讯息 也就是中俄的合作 要天下无敌 不管在军事上 在能源 在金融 尤其是这次谈到的 就是金融货币的问题 就是本币交易的问题 非美元的问题 如果能够在金庄的会议中 得到这十个国家的 共同的支持 那开始强力的推本币交易 我相信终结美元霸权的时代 可以一步一步一步的越来越接近 这个蓝老师跟他讲那段话 真的美国听了头皮真的要发麻了 那美国很爱用说 我是老大 我快要被赶上 我就要打压什么301 当初打压日本的车子就是如此 打压日本你OK啦 打压中国大陆这是不同量级的 不会被你打败 那尤其呢来看到 又要对什么中国大陆 课征关税啦 新三样 电动车 电池 太阳能 这个新三样 然后叶伦说北京 会做出重大回忆 你就是讨骂吗 讨打吗 然后还说 在半导体跟气节能源 这些完全依赖中国大陆 是不可接受的 最近他也被呢 美国的主持人灵魂拷问 什么产能过剩 是我们被打败吧 然后你说什么补贴 我们美国也有 消减通胀法案 补贴更多呢 然后呢 华春莹就帮他翻译啦 这意涵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美国会用补贴 知识工业啦 因为这是战略性啦 那别人这么做呢 就是不公平的竞争啦 大陆今天外交部呢 其实也有最新说法 用了新的成语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中方一贯反对 违反世贸规则 单方面加征关税 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好 只许州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啦 来 赖老师 我觉得叶伦啊 已经在中国的信用 我觉得他的已经是破产了 他的过去的那些动作 两次的动作 我觉得会显得更加的滑稽 跟有点小丑的样子 为什么说呢 你还记不记得 他第一次到中国大陆来的时候 好像刻意的要拉近 跟中国民众的距离 吃东西 所以去吃了那个剑手青 对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 剑手青如果没有炒熟的话 那很有可能会产生 部分的幻想幻觉 这样的一个情形 好 这是叶伦 第一次他要拉近关税嘛 那第二次来以后又刻意的 去吃桃桃居 好好吃喔 然后接着又到北京去吃了川菜 等等的 他好像故意要拉近的 这样的一个关系 要拉近这个距离 可是问题就在于 中国的民众 他是不只看你的这些动作 他最主要是看你的实际上的做法 如果你来中国大陆是要来解决问题 是要来改善关系 我相信中国大陆是欢迎的 但是你来了以后 你装得也很和蔼可亲 然后笑容可举 然后呢也好像 讲得满口的人意道德 都说要公平竞争 要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你回去以后 你是财政部部长 你却不反对 至少你支持拜登的 对中国的这个打压 打压跟加税 虽然我们都知道 你的这些动作是虚的 对 不是实的 但是中国人不吃你这一套 为什么说你虚的也不行 为什么说你这些动作是虚的 是你拜登在忽悠你的老百姓 在为了选举在欺骗你的老百姓 原因很简单 请问一下 你现在在中国大陆有几部 这个电动车 对啊 比亚迪的车能卖到中国大陆 不行 美国卖到美国 对 比亚迪的车现在能卖到美国吗 不行啊 请问一下你美国 有同意华为可以卖进去吗 不行啊 有同意比亚迪 中国的电动车可以卖进去吗 都不能卖 现在不能卖 未来你也没有同意要卖 那你加关税的意义在哪里 就政治炒作啊 那这个就伤不到中国的汽车吗 对啊 好那另外我们讲电池 电池有可替代性吗 我们要问你一个问题是 好问题 你美国即使有政府的补贴 你的电池能够做得中国这么好吗 不可能 好那你如果要用中国的电池 你加关税 那中国大陆不降价 你最后还是要反映在车商上 你就自己电高成本吗 而且我们知道电动车的 电池的成本是占比是高的 40左右 跟一般不一样 对 那它的占比是高的 情形下的时候 你一旦电高成本了以后 你的车子 就更贵啊 你在海外卖不出去 那你就变成靠补贴 去补贴你美国人去买 你美国的车子 然后那个钱 中国大陆还是赚走 放在口袋里面带走 所以要谢谢他打压 中国大陆的电池 大陆可能还赚更多 因为他没有替代品啊 因为 因为 越伦 拜登 你们不要幻想 你们的企业啊 因为这样的一个补贴政策啊 你们的企业就能够 像中国大陆 这样的一个内卷 对啊 美国不一样耶 美国是怎么样呢 美国是你把它保护得越好以后 他们的企业又怠惰 越怠惰 越安逸 越怠惰 越怠惰 它就越不失进取 越不失进取 它的电池就做不出来 你看看波音就是一个 最典型的例子 都是靠保护嘛 靠政治力去打压 台湾去买 那个20架的波音嘛 对 靠你的政治力去 要日本买 要韩国买 要哪个国家买 要台湾买 你都是靠的 那你波音就不长 就安逸嘛 安逸以后 就不长进嘛 对 所以现在就是 门掉的掉 窗户掉的掉 螺丝掉的掉 然后轮胎掉的掉 你什么不可思议的事 全部都发生 整个飞机掉下来的 也不少见啊 对 你的这些事情 都不少见的情形下 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啊 你今天把你的电池的产业 你把它保护好了以后 它生活得很安逸 它为什么要改变 是啊 反正有老百姓的那些钱 一直补贴进来嘛 那荷包塞的满满的 这些企业家在喝香槟 抽血家 口袋满满的 然后老百姓一直失血 你美国政府 就一直在印钞票 反正死的 都是别的国家的人 穷国 然后问题就在 那中国大陆 现在跟俄罗斯 努力的要促成本壁化 那就慢慢的 然后再把公债卖掉 美元的持有 要越来越少 然后到时候 你印了美元 没有人要 那这个时候你垮的是你美国 好 那但是问题是 中国大陆 还是不可能 接受你玩虚的啊 为什么 因为你很有可能 会叫欧盟 说我给你做了一个榜样 我已经开始课证了 你要给我课证 那风德莱恩 风德莱恩 这个背叛欧洲利益的 我们把它 我们很不好意思 叫他欧监 因为不能这样叫 但是呢 他却行为上却有 这个出卖欧洲人利益 如果出卖自己 欧洲人利益 或是出卖自己 国家利益的 那当然叫监嘛 对啊 是啊 我想这也很合理嘛 对不对 好 但我们只是不愿意 这样叫他了 好 但是 不能排除这个人 不会追随美国走 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 当然要表达意见 要小心欧盟的这一块 那中国大陆 当然表达意见的话 那你就违反联合国的规定 以前 我们你的课证关税 所以我们已经向联合国告诉了 联合国的世贸组织 也已经仲裁结果了 中国获胜 对 那你美国无事于国际规则存在 你现在又再来了 又无事于中国的国际规则 国际规则存在 中国不会着色不管 那当然会采取行动 对 所以我觉得叶伦 叶伦也很天真 我用天真 用有点像 那个naive那个字的 那个讲的那个人 那个意思 对 too naive too naive 那种 因为这个不是说 他真的很可爱的天真 不是那种天真 而是那种 你也太天真了 为什么 中国怎么可能会做事不管 不会 中国一定会采取行动 对 可是不要忘了 中国对于你很多的产品 还没有采取行动 特斯拉 中国还没有采取行动 Apple 还有Apple也还没有采取 那你对华为的打压 中国还没有报复 对 你对于中国的BRD的打压 中国还没有报复 是 那中国现在可以选择 你的一些产业来报复 我个人倒认为 美国你本身不要以为 这个天下是你能够再叫得动的 你已经没有那个足够的精良了 对啊 你这个精良不够 而且你打压就是失败 尤其赖老师你看 这个呢 这个比亚迪海欧说 电动车 在中国大陆售价1.2万美元 但是呢 是能够媲美你美国高出三倍的电动车 所以难怪就有记者说 天哪 美国车子完蛋了 他去参加北京车展 然后你打压真的没用 华为现在 Made 70 他好厉害 他9月要发表会 直接对撞的是谁 对撞i16 发出了狙击令 然后更别说呢 Tax Insight 就发现Pura 70的手机 里面用长江存储 麒麟9010的晶片 要朝中国制造百分之百卖进 当然要百分之一百 因为这口气吞不下去 中国原本是认为说 全球生产供应链 有钱大家赚 对 然后能够大家都把成本压下来 因为每一个人管自己最强项的那一块 然后都最符合生产规律 然后都能够以最经济有效 生产有效的方法 然后都能够把成本管控到最好 所以有钱大家都分砖 但是消费者也赚了利益 为什么 因为你把成本拉下来 你把成本拉下来 大家都把成本拉下来 我们最后做成一个手机以后 整个成本就往下降了 所以我们按照合理的利润 消费者就可以不用花很多钱去买 可是你美国今天一定要把这个 生产供应链打破 那华为要花更多的钱 然后所有的国家都要花更多的钱 去生产制造那些东西 那这口气通不下去 所以中国一定要100%完全自主 好 那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因为你知道有个财报 对 最新的 是 第一季 今年2020年第一季已经出来了 全中国大概生产了6600万台手机 6600左右 各位观众朋友 由于苹果的技术不再领先 它不具备有时尚的特质 也就是说 高端的就是荣耀跟华为跟苹果竞争 高端的 他们是竞争的 那由于华为跟荣耀的技术领先 苹果 所以它变成时尚的标志 大家拿到了华为 但我这是旗舰款的五年前的华为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维修过 我还得意 你新的都还没有正式用就对 因为我们台湾实在是不能用 被打压 但是我要强调一点是 但是我女儿在用 她开心得不得了 她说太好用了 很顺手 她在上海工作 她玩得很顺手 那我要强调的是 各位观众朋友 您想 当它的技术领先苹果的时候 它就代表时尚 它代表高端 那苹果现在被挤出 五名之外了 叫阿忍 你刚刚讲的其他类 他已经是其他类了 已经不在五名内了 如果这种情况一直下去的话 苹果真的在中国市场会萎缩 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肌能对方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何外的折扣 到底提出您不Press 你聋期间 sold有什么好 Abu 天审 cielo 哪里面估计 下还有我的观估il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